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集表示 该地区存在严重安全威胁 需要考虑是否取消旅行 第四集是不要前往旅行 比如俄罗斯 美国政府的官方网页给出的原因 是中国政府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和错误拘留 包括在未经法律规定和透明程序的情况下 对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民实施出境禁令 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最近打算回国 请麻烦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他们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在二十大之前 纽约时报普利策奖得主Brett Stevens 给习近平写了一封情真义切的感谢信 讽刺的感谢他在二十大上的连任削弱了中国的实力 让美国躺赢 并且让美国在西方和东方的盟友更加团结 现在两会刚刚结束 印度媒体第一邮报的记者用同样的讽刺风格 分析了为什么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 对印度来说不是坏消息的五个原因 文章说 习近平现在已经决定正式告别邓小平的哲学 韬光养晦 习近平不介意展示中国的强大实力 考虑到他的任期恰逢中国面临重大逆风 从经济增长放缓到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他经常被迫采取极专民族主义姿态 那么习近平的连任对世界 特别是对印度来说是坏消息吗 事实恰恰相反 以下是为什么习近平第三次担任国家主席 对印度来说不是坏消息的五个原因 第一 习近平并不比他的前任们有什么不同 如果一个人只是听取全球对习近平的评价 他会相信习近平已经扭曲和破坏了传统的中国政策 事实上 习近平只是公开地做出了他的前任们 只会悄悄地做的事情 虽然习近平试图模仿和超越毛泽东 但他的前任们则追求邓小平的理念 但仔细看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和邓小平时期的中国 本质上是相同的 虽然毛泽东的风格是攻击性的极专民族主义 但他同样精明地利用了西方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 邓小平的风格则是微妙和有说服力的 但深入了解后 同样的共产主义特征也会浮现出来 这第一条理由总结起来一句话 习近平和他的几代前任没有区别 既不更好 也不更坏 第二条理由 一个好战的中国会团结全世界 不管世界有多么分裂 一个有生的敌人总比一个沉默的敌人更好 习近平在其更大的目标上和他的前任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工作方式有所不同 习近平的中国足够自信 不必隐藏实力和等待时机 他们认为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 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 美国人仍然自欺欺人的相信 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中国变成自由社会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 在习近平到来之前 中国领导层公开宣称 中国是和平崛起的理念 实际上 他们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一套 但是 随着习近平的好战姿态大白天下 西方很难像往常一样 与中国开展业务往来了 这第二条理由 总结为一句话 习近平的自信和野心 引发世界各国的戒心 也让印度提前看清形势 第三个理由是 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新的邓小平 但他得到的却是一个新的毛泽东 如今 随着中国经济失去了势头 其房地产陷入真正的困境 另外 习近平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 正在遭遇挫折 中国经济比外界看起来要弱得多 问题在于 共产主义的精神 治理和经济本质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外交杂志的副编辑 James Palmer评论说 没有人了解中国 包括中国政府 每一条信息都不可靠 只是部分或者扭曲的 我们不知道经济的真实规模 因为没有地方政府会报告准确的数字 我们也不知道坏账的程度 因为银行会隐瞒这些信息 总结一句话 习近平的灭霸响指是自残手足 给印度送来了经济崛起的机会 第四 习近平的存在将是印度在边境上保持警惕 现在的习近平比毛泽东更加危险 毛泽东由周恩来来使他和他的英太国际外交冷静下来 但习近平没有 他定于一尊 他是一个没有顾问的皇帝 事实上 自2012年以来 中国已经四次在未划定的中印边境发生军事冲突 由于印度几乎与G20部长会议的同时组织了美日印澳四方会议 这表明印度了解中国的威胁及其重要性 总结一句话 习近平的军事扩张让印度放弃幻想 提前做好军事准备 第五 一个自大的中国迫使西方转向印度 西方无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 但他同样对印度的崛起感到不安 习近平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容忍 甚至接受印度的崛起 对于印度来说 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同时 习近平带来的挑战意味着 印度必须保持对安全和国家完整性的警惕 总结一句话 习近平的世界命运共同体引发西方对中国所谓的和平崛起的疑虑和担忧 为印度的崛起提供了掩护 并使印度得到世界的认可和接纳 各位观众朋友们 习近平的历史性连任引发的蝴蝶效应 没有引发巴拿马雨林的狂风暴雨 而是给邻国印度送来了大国崛起的发展机会 印度人民是该感谢习近平呢 还是应该感谢哪些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人大代表呢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李强任职中国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对私有部门的企业主含话 试图平息企业家的焦虑情� 国内的一些舆论也开始给李强脸上贴金 西方的主流媒体也在发问 李强的特殊地位能否在制定政策上 影响或纠正一意孤行的习近平 曾经在十年前就预言了 习近平会打破任期制当皇帝的经济学人杂志 对此做出了分析 这篇报道说 如果不是因为习近平的到来 李强可能在浙江之外很少为人所知 他对中央工作没有任何经验 然而 他不是一个无能的官僚 他可能具有比习近平更符合 民民企业情绪的直觉 李强也可能会和习近平争论 不过 最可能的是 他会表现出无条件的忠诚 纽约时报也做出了分析 报道说 在新冠疫情期间 李强先是实施人性化的精准防疫 当习近平要求清零时 他毫不犹豫地执行习近平的命令 并实施了一项针对上海市的全城封锁 将2500万居民限制在家中两个月 李强在上海的转向 表明了他对习近平的忠诚 这种品质 似乎让他与这位最高领袖 保持了20年的密切关系 并在周六晋升为总理 问题是 李强是否能够像他在省级政府中 作为习近平高级助手那样 保持与习近平的相同关系和影响力 曾在上海担任美国外交官和商业领袖 也多次在浙江和上海见过李强的 Kenneth Jarrett表示 你不能假设因为李强过去能够坦率地 和习近平交流 就意味着他现在也能这样做 在国家重大问题上 李强的影响似乎存在明显的限制 在疫情开始时 李强在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 和上海民营制药公司复兴医药之间的合作 发挥了关键作用 达成了BioNTech mRNA疫苗在上海的生产协议 在李强的帮助下 复兴迅速在上海建造了一座工厂 到2020年12月 这家工厂已经开始生产大量的mRNA疫苗 但这些疫苗从未获得使用认证 不复原因是因为习近平的反对 中国政治精英专家Neil Thomas表示 当中国经济严重需要帮助时 李强无法说服习近平撤回清零政策 习近平可能会认真听取 李强对经济政策的意见 但最终仍然由习近平来做决定 这两家媒体报道的结论是 李强姓习而不是姓李 李强最终依然会是习近平的 一个小弟和硬生虫 对于坊间开始歌颂 李强是人民的好总理的舆论趋势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同意这两家媒体的报道的结论 还是认同李强会影响习近平 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呢 您的理由是什么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对于00后来说 对于疫情的吹哨人 可能只知道李文亮一声 然而在20年前 2003年的非典爆发 中国政府做出了同样的隐瞒 是一位叫做蒋炎勇的医生 想读过媒体吹哨 全世界才得知相关的信息 并做出相应的准备 在美西时间3月14号 蒋炎勇医生去世了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我们来回忆一下 他当初为世界做出的贡献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 蒋炎勇医生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外科医生 因揭露中国政府在2003年 对于非典肺炎的掩盖行为 而成为全国英雄 但后来因要求平反六四而受到惩罚 他于周六去世 向年91岁 蒋炎勇医生于2003年听闻 北京许多医院 包括他曾供职的301医院 正在处理一波感染 萨斯病毒的患者激增 当时 萨斯病毒已经成为一场 全面爆发的疫情 传播到多个国家 并且在香港和中国南部 就感染了一千多人 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 在电视上宣称 北京只有12例病例和3例死亡 他说 无论您戴不戴口罩 这里都是安全的 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 北京都是完全安全的 这让蒋炎勇医生感到震惊 蒋炎勇医生第二天坐下来 写了一封信 称北京市的病例已超过100例 他指责 曾接受军事医学训练的张文康 连最基本的医德都抛弃了 身为党员 且担任相当于美国少将军衔的职位 蒋炎勇医生冒了巨大的风险 尽管如此 他仍在信中署名 并将其发送给几家当地媒体 很快 外国记者得知了此事 美国的时代杂志 率先报道了这一新闻 随后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检查员 迅速延长了在北京的行程 检查了蒋医生所说有隐瞒病例的医院 并向政府施加了压力 在短暂的时间内 蒋医生受到了全国性的赞誉 一家当地杂志称他为诚实的医生 第二年 他写信给中国高层领导人 呼吁他们承认 1989年对天安门广场民主抗疫的镇压是错误的 并且学生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爱国运动 蒋医生写道他在北京301医院看到了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 解放军士兵开始对学生抗疫者进行无差别射击的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 他说 许多受伤的平民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许多人被那种射击成 在进入人体后会破裂并撕裂内脏的子弹所击中 那是他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最血腥的一夜 他回忆道 我的大脑嗡嗡作响 我几乎要昏厥了 这一次 在我面前躺着的是我们自己的人 被人民弟子兵用人民赐予他们的武器杀害了 信件公开后不久 蒋医生和他的妻子被拘留 他被迫接受漫长的审讯和洗脑 多年来他被禁止离开中国 并定期接受监视、骚扰和软禁 他几乎从公众事业中消失了 蒋医生从未在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后退 在2019年镇压事件30周年前 他再次写信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要求为1989年的罪行伸张正义 不久之后 已经87岁的蒋医生再次被软禁 蒋严永医生在2013年的一个采访中说过 大家给我很多赞誉 其实我只是讲了真话而已 一个人讲真话还不够 大家都要讲真话 大家都讲真话 国家自然就会好 在这里 我代表美国热搜 愿蒋严永医生一路走好 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评论区里为蒋医生送上最真挚的祝愿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 共青团深圳团市委官方公众号青春深圳发布文章 有读的二次元正在祸害一代人 文章说 二次元圈内的人使用类似黑化和演绎这样的加密通话 一位二次元马上用加密通话回应说 支持二次元了属于事 元是袁世凯的元 也就是暗示习近平是第二个袁世凯 这位网友转发了洛阳青棱汽车装备产业园 庆祝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建筑的封顶仪式的照片 结果一个空中拍照揭穿了事实 别说封顶了 就连一面墙都没有见 一位推出网友说 第一张照片就是正能量 第二张照片就是不怀好意的境外势力了 周立波因为在3月12号 在今日头条上发表反俄言论 结果遭到全平台禁言 周立波的帖子说 普京大地 战斗民族 为什么总有那么一些中国人 莫名其妙地把这些义美之词送给俄罗斯 就是因为当年苏联的儿子俄罗斯打老子嘛 就是因为霸占我500平方公里大号河山 至今不缓嘛 当年的儿子已经变成孙子了 你还把他当老子看 有意可以 谄媚不要 推出网友评论说 真爱国被假爱国的封号了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 中共打着爱国旗号 爱国是假 略才是真 现在我们进入本篮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老周说 改革开放分为政治上改革 经济上开放 当今圣上用了10年回到了40年前 Flo说 真是别侮辱袁世凯了 虽然袁世凯不是个正面决策 但是看看袁世凯的言谈用语 看看袁世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是这个土包子能比的吗 Y.翠说 国内社保缴费是很高 而且好像是强制的 有个朋友在银行 现在银行业务不太好 工资也下降 但是社保缴费没降 这几个月到手的工资都是负数 最后 许冰说 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的成果 最终将得而复失 节目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新闻调查转发了 马云的另外一个演唱会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于马云的这个表演 有什么评价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李老师转发视频说 3月14日 之前火爆的 100元购买力挑战视频作者 沪晨峰发布了最新视频 成都普通民众 一天养老金购买力 在视频中 沪晨峰遇到了一个 来自南充的78岁的老婆婆 一个月107元的农宝 是她所有收入 因此 这个挑战被迫 从一天养老金挑战 变成了一个月养老金购买力挑战 挑战在成都 随机找一位老年人 我带她去超市 用她一天的养老金来购物 我来买单看看 她都买些什么 走 开发你一下吗 随便聊聊 大娘你好 问你几个问题吗 打不出来 大娘 问你几个问题吗 这是拒绝 等不耐 你好 问你几个问题吗 您是哪里的 我是南充 你来成都是在这儿 我跟着儿子来这儿的 来这儿多久了 我老婆走了 就跟着儿子来 那你之前做什么工作呢 我啥工作不得 就是跟那些大妈妈出家去 那你现在有收入吗 我得收入了 我没得 我七十八了 没有养老金吗 没得没得 那孩子现在做什么呢 孩子工程师 他有两个儿子 还在读书 有零钱 那你平时 花钱怎么办呢 花钱 就是我想找他 在这儿去干嘛呢 我去买个面 像您那之前 给别人干家务 干家务 那真才三百块钱一余 那真公娃娃 就想给娃娃结婚一余 这样 我跟你去超市 你买什么 我来给钱 来 走走走走 今天要买点什么 我就是买点米 我买这个 咱们今天给婆婆 买点米 也要买点肉 之前一直都在南冲吗 我们老家都南冲 这不就叫妈给我们 好香 有谁给的那个冬草 一百零七块 一个月给你一百零七块 每个月 我们来到永辉超市 这就一个孩子吗 我是一块孩子 儿子 这从来一家回来 找到冬草 他从来一家 这个是二块一毛九一斤 我们这些吃了 贵的 那都很多钱吃 够不够 不够要买人 买那么多 那我来的包 我昨年都要买 这一袋 这一袋大概是十斤 七块三九六 给婆婆买点肉 走 婆婆你一个月养老金是108是吧 嗯 一百零七 今天咱们就买107的东西 少吧 八块四毛二 我们去买点肉 你看是 有花肉 还是买这种 这个肉是吧 就买这一块 太少了 再拿一块 如果不允许 把你们猪馆喊过来 婆婆 我们再买点 没事 多买一点 这个24 是23 家里有冰箱吧 买点鸡蛋 买点 你吃 好 这一盒 34块4毛1 30美 我们给婆婆拿一盒 现在去结账 看看今天 婆婆多少钱 在 我还是 八 三 你什么时间不用拿 总共一百二十七块八毛八 你好 你们是什么部门的呀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那就不要打扰我们 谢谢 你们一起的吗 对对 不好意思 不不不 你不要给我钱 你现在每个月除了一百零七块钱 还有其他收入 小事 我也没吃 你 你也不 不用担心我 看视频的这些老新人 他们的帮不去 我就肯定送到这了 这个好 婆婆确实不容易 一个月除了一百零七块的养老金 还没去拿收入 这个视频发布的不久后 护尘峰的B站账号内的视频已经被全部下架 直播间被封禁 推着网友说 包地说 我们已经脱贫 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 我们不是指老百姓 而是坐在大会堂的几千个和围绕他们身边的那帮家伙 还有网友说 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 在党眼中就是负能量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放到了描述区里和置顶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另外 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加入美国之音的官方电报群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